整座城市居然变成饲养丧尸的实验场 没数不多的幸存者反倒成了食物链的最底端 可是因为消息封锁的十分严密 其他城市的居民并不知道其中凶险 居然不惜花费居资买通守卫 悄悄潜入这座被封锁的城市 为的就是看一眼传说中的黑眼辣妹 这里果然跟传闻中的一样 举目望去一片荒凉 周边看不见一个活人的身影 几人很快来到市中兴广场 室备上贴满了寻人启事的广告 他们正准备拍照留念时 一位体态恶落的女子缓缓走来 花衬衫满脸兴奋的靠过去 这不就是此行寻找的目标吗 谁知下一刻 凄惨的叫声又引来了另外几句丧尸 剩余的两位旅客还能幸免于难吗 距离病毒泄漏已经整整过去两个月 始作俑者艾卡生物集团的新任负责人对外宣布 这种新型病毒已经导致数十万居民的死亡 好在艾卡公司及时封锁了城市 正在积极研制清理病毒的办法 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重新开放 可台下的记者却是疑问众多 例如城市中还有没有幸存者 网上流传的丧尸咬人事件是否属实 发言人却始终避而不达 因为他们早就将这座城市 当成了自家的实验场 艾卡公司负责人盯着屏幕上 代表变种人的定位光点 催促研发人员加快实验进度 后者点点头将他带到一间实验室 表示这些变种人已经完全不受超声波的影响了 只要带上能够定时补给葡萄糖的镯子 他们就能自行生存很长时间 负责人满意地点点头 要求科学家尽快研发出控制变种人的药物 但是不用记录在报告中 他会尽可能多地提供实验样本 送走负责人后 科学家来到一具昏迷的变种人身旁 脑袋图显示他还活着 可助理用尽了办法 也无法将其唤醒 仔细一看 这具变种人赫然正是本该死去的女孩小爱 与此同时 一栋废弃的高大酒店内 一伙年轻人正在举办生日开队 忽然一名女子弯下摇去被咳嗽起来 所有人的脸色大变 觉得对方肯定是感染病毒了 直接扣动了手风扳机 这就是死亡之城的残酷现实 因为艾卡公司的军事封锁 幸存者们只能在这里混吃等死 第二天清晨 众人被刺耳的尖叫声惊醒 原来有变种人闯入了营地 现场顿时乱成一团 好在领头男子反应很快 直接将闯入的变种人当场击毙 检卫机已经消除 他大声责问昨天是谁守的夜 很快就有人找到一处打开的后门 领头人以为是新来成员疏忽导致的 IT男萨莎却不这么认为 门锁是从里面打开的 应该有成员偷偷讨历了这里 领头男子陷入沉默 没过多久 他便开始安排当天的任务 这群幸存者早就摸进了 巡逻队的活动路径 只要合理地避开 外出人员还是有很大几率 找到生活物资的 可这样的日子能够坚持多久 他们心中全都没底 只有行动派的瓦洛 不愿意坐以待毙 这几天一直都在拜访 隐藏在各处的幸存者 他想联合众人一起发动反攻 争取逃出这座死亡城市 不过当瓦洛找到 势力最大的组织领导者时 他的结盟计划就没这么顺利了 对方十分享受 犹如帝王般的生活 即使出去了安冷火的更滋润吗 瓦洛心知不妙 正准备告辞立开 却被几名打手擒助 因为大佬想要知道 他所在营地的位置 只有不断地吸收新的成员 他才能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瓦洛自然不肯就范 一个闪身夺过武器 并顺势擒助大佬充当人质 所有小弟愣在当场不敢动弹 瓦洛不想把事情做绝 一把推开大佬转身就逃 却不想被一颗羽箭刺中手臂 他只感觉脑袋晕晨晨的 应该是箭头沾染了毒液 好不容易甩掉追兵 又在半途遭遇变种人 瓦洛的眼神开始涣散 恍惚中感觉对方的样貌和小爱很像 他知道这一定是自己的幻觉 于是毫不犹豫地扣动了班纪 接着便脑袋一晕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 瓦洛强撑着身体回到酒店 望风的同伴大喊一声 带着众人赶忙出来接应 领头人顿时有些不爽了 瓦洛私自外出就算了 站岗的人说开门就开门 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这些话更是引起众人的不满 纷纷扭头跟了进去 维基博士的学生托利 正在帮瓦洛处理伤口 他在营地中除了研究变种人 还顺带冲到了医生的角色 第二天一大早 瓦洛就跟没事人似的下床了 托利知道对方正在联合 各处势力对抗边防战 但是也不用这么拼命吧 瓦洛坚持认为 这是逃离城市的唯一方式 不付出一些代价怎么可能成功 随后他便带着萨沙等人 来到一处天桥地下 这是各方势力约定的会面地点 水之时间还没到 城市各处的宣传牌 开始播报一条通知 艾卡公司已经研制出 杀死病毒的方法 幸存者只要前往公司 总部接受免疫治疗 之后就可以自行离开城市了 这个消息家一听上去 绝对是件振奋人心的好事 可深知艾卡公司凶残的瓦洛等人 一口咬定这是有骗 幸存者自投罗网的陷阱 领头人有些拿不病主义 建议大家还是回去商量一番 就在这时 放上的妮可发现了突发情况 原来是之前和瓦洛 约定一起反攻的幸存者前来报信 艾卡公司的首位 昨晚突袭了好几处幸存者营地 他还想再说什么 可脑袋却无力地垂了下去 领头人有些幸在乐祸 这下咱们也不用期待反攻的事情了 一行人回到酒店 将艾卡公司的通知告诉众人 没有经历现实毒打的幸存者 认为对方没有恶意 只是想要彻底经历城市中的病毒而已 脱力却是人间清醒 咱们都没感染病毒 为什么要去那里接受治疗 他们显然是想灭掉所有幸存者 以便掩盖自己的罪行 一时间众人陷入两难的境地 其中最纠结的就是玛丽了 要知道她已经怀孕三个多月 即便觉得脱力说的有道理 可内心还是存有几分侥幸 她可不想自己的孩子 一直生活在死亡之城中 米克骂她就是一个白痴 这样从好过 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 玛丽十分不爽她的语气 象征性的道声邂逅就匆匆离去 而瓦勒脱力等人 此时没在考虑艾卡公司的问题 既然始终无法考虑这里 当务之急 还是找到对付变种人的办法 脱力希望瓦勒帮忙 带一具完整的尸体 回来给自己解剖研究 这对瓦勒来说并不是难事 在街上找到一只落单的变种人 直接一枪将其击毙 可她正要抬起尸体时 却不想远方响起汽车轰鸣声 原来是巡逻队听到枪声赶了过来 瓦勒连忙躲进街边的墙角 其中一人居然慢慢朝着走来 她只能抬起手枪准备作战 好在相反方向突然传来动静 那名士兵直接转身离开了 这时候妮可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 原来刚刚的响动是她制造出来的 瓦勒实在想不通 这些巡逻队为何没有按照原先的路线行动 不过她也管不了这么多 再次找到落单的变种人 轻松开枪击杀后 发现对方手上居然带着一个手腕 瓦勒担心是某种定位装置 直接取下来扔在路边 没过多久 她就将变种人尸体打包带回了营地 可瓦勒很快发现 怀孕的玛丽居然不见了 密克星中一动 难道对方前往艾卡公司的总部了 果不其然 此时的玛丽已经躺在了艾卡公司的病床上 负责人居然亲自前来帮她检查 这让玛丽激动到乌衣服家 艾卡公司果然洗心革面了 却不想负责人突然问了句 维琪的学生托利也跟你一起吗 原来玛丽刚刚进来时 助手便查到她跟维琪师生俩打过交道 天真的玛丽没有任何地方 表示托利还在营地不肯过来 负责人没再责问 而是掏出一管清理病毒的药剂 只要注射完就能随时离开了 她建议玛丽回去将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同伴解开之前的误会 后者激动的差点哭了 当即就要返回营地劝说其他人 而此时的瓦勒和托利 正在研究变种人的尸体 在耳朵里发现一个金属圆棒 托利认识这个玩意 艾卡公司专门用它来传播病毒样本 就在这时 酒店大听传来宣闹声 原来是傻白天玛丽回来了 她兴奋地告诉同伴 自己在艾卡公司受到了怎样的优待 瓦勒却是大胆不妙 召集同伴立刻准备战斗 忽然在外站岗的小伙子跑过来汇报 咱们被一大群守卫包围了 所有人的脸色顿时大变 玛丽则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原来艾卡公司只是想通过她 找到托利等人的藏身之处而已 以上就是截后余生第二季的第一期内容 科学家一想天开试图操控丧尸 却不知他们已经逐渐产生意识 在红衣丧尸的号召下 琪琪朝着特定地点聚集 科研人员虽然觉得奇怪 但也只当这是常规的移动 他们还是将主要精力 集中在对幸存者的抓捕上 一群武装人员团团围住 废弃酒店 里面的幸存者连物资都来不及收拾 琪琪逃向事先准备好的地下通道 其中的玛丽待在原地没有动 她只是好心要带大家出去 却不想引狼入室 给同伴带来莫大危机 伴随着一声巨响 酒店大门被炸开 玛丽跪下来解释 试图给同伴拖延时间 事实证明她还是太天真了 察觉到巡逻队已经靠近 瓦勒让众人先走 她要留下来堵住通道入口 只有关系最好的萨莎和妮可 远远掉在队伍后方 准备随时接应逃出来的瓦勒 谁知酒店内部再次传来爆炸声 应该是巡逻队炸开了通道入口 果然没过多久 便有几名守卫钻了出来 萨莎和妮可只能先行撤离 来到约定地点和大部队会合后 告知瓦勒还没跟来 他们犹豫要不要继续等下去 却不想前方已经有变种人出没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寻找一处新的避难所 穿过几处偏僻的街道 众人来到一处废弃的学校前 正门口有道厚重的铁门 算是避难藏身的不错选择了 众人迫不及待地走进去 选了一处最高的楼洞作为休息室 却不想瓦勒居然先一步抵达 这个男人从未让人失望 所有人都喜出望外 领头人科技却是郁闷无比 只能跑去指挥小哨兵干活 寻找优越感 当天夜里 瓦勒带上武器走出学校 玛丽到现在都没消息 他准备返回之前的酒店找找 托利博士连忙跟上 他要去实验室取些资料回来 可当两人抵达后 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玛丽应该是被守卫抓回总部了 托利只好前往实验室 谁知刚刚打开大门 一个变种人突然走出来 瓦勒直接开枪将其击倒 走上去一看 这不就是自己带回来的 那具变种人尸体吗 为何过了一天就自行复活了 聪明的托利很快猜到真相 变种人能够自行修复受损的组织 瓦勒觉得不可能 他之前见过不少变种人尸体 托利记得大部分都是爆头而死 而且那些尸体后来全都不见了 很有可能就是被爱卡公司收走 等待复活后再放出来研究 听闻此言的瓦勒脸色煞白 慌慌张张地朝外走去 托利上前提醒 你是不是忘了那具变种人 接着就夺下武器 在变种人的脑袋上哭了一枪 可此时的瓦勒哪里顾得上这些 他最心爱的女人小爱 也是在事变之后被枪杀的 按照托利的理论 他现在是不是已经复活了 瓦勒还记得那天晚上看到的变种人 样貌简直和小爱一模一样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正主小爱 正躺在爱卡公司的实验室里 研究员无比得意地告诉负责人 这些变种人简直就是完美战士 不但能够自我修复损坏的组织 还能抵御各种致命病毒 除非脑袋受损 否则就是杀不死的存在 负责人听完后笑容越发灿烂 而此时的瓦勒已经来到 维奇博士的实验室 因为当初的小爱就是死在这里 里里歪歪搜索一遍后 他的尸体果然不见了 看样子很有可能已经复生 瓦勒开始留意街道上的变种人 说不定欣赏人小爱就混在其中 却不想无意中发现一名幸存者 让他十分无语的是 对方居然在街道上不起装来 果然没过多久 一位变种人悄悄靠近 女员回过神时 已经完全失去逃跑的机会 好在瓦勒及时出手 一记重击将变种人击倒在地 女子还没来得及道谢 瓦勒忽然举枪逼问她的来历 因为赶在大街上补装的人 绝对不可能活到现在 想不到对方的回答令人意外 她的名字叫做那家 三天前还在封锁局外的城市 身为一名记者 她早就在网上听说 不少有关病毒实验的传闻 可惜艾卡公司始终 没有给予任何回复 那家有心想要曝光他们的罪行 可报社高层却是极力反对 艾卡公司跟所有新闻媒体的 关系都很好 这种空学来风的报道 根本翻不起兰花 除非掌控了切实的证据才行 于是那家假扮成游客 买通了艾卡公司的首位 悄悄潜入了满是丧尸的死亡城市 眼睁睁看着同伴一个个倒下 那家终于体会到了 这里的残酷之处 好在他福大命大 关键时刻总能化险为一 同伴全都死光了 他还能活蹦乱跳的四处逃窜 直到意外遇见瓦勒 那家这才彻底结束逃亡之旅 瓦勒毫不犹豫的将他带回避难营地 大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有办法带咱们出去吗 那家无奈的摇摇头 随即又提醒大家 也不要指望外面有人前来营救了 因为艾卡公司始终摆出救世者的姿态 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击败病毒 为了防止技术外泄 禁止任何第三方组织进入 与此同时 包括玛丽在内的好几名幸存者 积极聚在艾卡公司的大厅 只要大巴车一到 他们就能离开这座死亡城市了 无比怪异的是 所有人都忘记了最近几个月的痛苦经历 原来所谓的病毒清理治疗 其实是中抹出记忆的手段 为的就是防止他们离开后 透露艾卡公司的罪恶行径 不过对于那些亡死街头的幸存者来说 这样的结果已经算是最好的结局了 死亡之城的一间豪华酒店内 大帅哥米特再次从止醉精明中醒来 自从离开地堡后 他就一直待在这里没有出去 不得不说 米特才是真正的命运之子 当初亲眼看见女友识变 他居然不管不顾地吻了上去 结果一发入魂 导致对方怀孕 从而阴差阳错 免疫了超声波攻击 而大帅哥米特 也归是神差地逃过一劫 他原本以为自己会在总统套间内 孤独终老 却不想几位手持武器的黑衣男子突然闯入 这群人隶属于当地最大的幸存者组织 之前还用毒箭打上了瓦勒 他们每天都会外出寻找落单的幸存者 吸收新的成员 组织领导者与世俱进 居然以教会的形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但凡有教徒表现得不够结成 必将遭受极为严格的处罚 放荡不及的米特自然不会留在这种地方 利用帅气的外表以及花言巧语 居然成功设服一名女信徒 两人一起配合干掉守卫 悄悄逃离了这个鬼地方 可惜教会信徒很快发现了他们 米特将女教徒藏在木箱中 自己则领着对方到处兜圈 转弯时恰好撞见几名变种人 教会信徒自持有神灵庇佑 居然不打扑跑 只挺挺地跪了下来 结果毫无意外 几名信徒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而这边的米特也没好到哪里去 被大量变种人逼到楼顶 从这里跳下去不死也得残废 如今只能在丧尸群中杀出一条血路了 可在下一刻 米特突然瞪大眼睛 因为尸群中缓缓走出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是已经试变的女友莱雅 此时的她犹如女王降临 其他变种人居然气息待在原地没动 更让瓦了意外的是 莱雅好像保留了些许记忆 没有对她展开猛烈攻击 米特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煎熬 大喊着你到底想怎么样 莱雅始终未发一眼 领着尸群逼迫米特朝着楼下走去 没过多久 两人来到一处温馨的小屋 其他变种人已经自行离开 米特确定莱雅肯定没有忘记自己 可她还是忍不住提出分手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原来是那位女教徒赶了过来 米特赶忙用身体挡住 并用电击枪击晕对方 没给女教徒杀死前女友的机会 没过多久 两人便回到米特居住的豪华酒店 女教徒对这里十分满意 每天都会主动外出寻找物资 这一次她带来一个好消息 距离不远处的废机学校内 居住着一群携带武器的幸存者 女教徒想去那里弄几把枪回来 原来她对原先的教会组织怨念极大 时刻想着去找对方报仇 可当米特看清学校幸存者的模样后 脸上忍不住露出笑容 这可是自己的老书人 瓦勒对于米特的到来没有半分欣喜 但是念在昔日地堡共患难的情分 最终还是收留了两人 过身太久的米特是真心想要投靠 可女教徒只是为了偷取武器而已 从领头人口中轻易打探到武器存放地 她居然偷偷塞了不少枪支弹药 完事后也没知会米特一生 她便急匆匆地准备离开 可她刚刚走出校门 便被一大群变种人团团围住 领头的正是红衣女子莱雅 对方明显是来寻仇的 不过杀掉她只是附带 里面的父亲汉米特才是主要目标 瓦勒等人很快发现 有大批变种人闯入 连忙将大门紧紧锁住 却不想门前的变种人越聚越多 最后在莱雅的带领下 硬生生将铁链彻砍碎 唯一的出路被堵住 幸存者们只能四散逃窜 自行寻找藏身之所 瓦勒是这群人中为数不多的战力 可仅凭她一人 根本无法阻挡变种人的脚步 对方的目的很明确 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行 瓦勒发现这群变种人 隐隐以红衣女子为首 虽然距离远看不清样貌 但她还是有把握将其击毙 身后的米特及的抓尔挠塞 直接出手电运了瓦勒 因为她的心中很清楚 这群变种人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米特直接跳到为首的红衣变种人身前 大喊着莱雅跟我来 这一招果然好使 所有变种人齐齐调转方向 缓缓走出了营地 门口躺着女性徒的尸体 脸上的抓痕无比猙獰 米特心中气急 示意莱雅继续 她要带着变种人远离这里 躲在地下室的幸存者 齐齐松了一口气 只是想不通米特是如何做到的 同行的小女孩突然咳嗽两声 所有人的脸色顿时大变 难道她被病毒感染了 托利仔细检查了一番 发现只是眼部泡着 不过也得及时治疗才行 瓦勒认为这个地方不能待下去了 刚刚弄出的动静太大 肯定引起了艾卡公司的注意 可其他人却觉得 小女孩刚刚患病 根本经不起颠沛流离的生活 就连最好的朋友托利都觉得不该外出 瓦勒心中憋屈 但还是很好地冲到了守卫的角色 将破损的铁门重新加固了一番 这时候萨莎跑过来汇报 咱们之前抓住的人质逃走了 原来就在变种人突袭之前 瓦勒外出寻找小爱时 无意中发现一名守卫有些奇特 对方不但脱离了巡逻队伍 而且还四处寻找若丹的变种人下手 像是在可以搜集他们耳朵里的圆棒 瓦勒的好奇心大神 悄悄摸到后方制服了守卫 搜走身上的所有东西后 瓦勒直接将人带回营地 谁知还没开始逼供 对方就十分爽快地交代了 他的名字叫做安德鲁 其实并不是艾卡公司的守卫 而是来自封锁区外的雇佣兵 前进来的目的就是 收集有关病毒的资料 至于幕后金主的信息 以及出去的方法 安德鲁却是闭口不谈 瓦勒还想继续避问 却不想大群变种人来袭 他只好匆忙跑出去应对 安德鲁则抓住机会 趁乱逃出房间 听闻此事的瓦勒心想要坏事 这种亡命之徒随时都会跑回来报复 当然他们的危机还远不止于此 变种人刚刚聚集时 艾卡公司就察觉出了异常 前去探查的守卫 也凑巧看见了米特引领群师的场景 负责人收到消息后异常兴奋 这可是研究操控变种人的绝佳机会 当即下令将领头的女子和纳的男人抓回来 而此时的米特和莱雅 已经身处某个房间内 后者虽然变成了异种人 可却表现得对米特无比依恋 怪不得会心事动众将他找回来 可米特身知人是殊途的道理 即便是死也不愿意跟莱雅在一起 一次次试图惊入对方 可他硬是忍住没动手 只是象征性地发出音波攻击 米特很快二魔充血 接着便无力地瘫倒在地 当他再次醒来时 察觉莱雅似乎少了几分野性 既然无法摆脱这个冤架 米特决定跟对方一起共赴黄泉 可点燃打火机的瞬间 他又想到了什么 连忙扔掉打火机 再次将莱雅带到当初两人居住的豪华酒店中 原来米特打算帮对方重拾记忆 只要他能恢复几分人性 两人重新在一起也不是不可能 谁知莱雅突然点了点头 米特顿时瞪大眼睛 难道他能听懂自己说话 这无意让米特的心心大增 接下来他要做的 就是让莱雅开口与自己交流 可惜无论对方如何努力 喉咙里只能发出尖锐的嘶吼 看样子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米特耐下性子 开始讲述两人曾经的过往 莱雅起初听得十分入迷 可没过多久便将米特一把推开 原来他之前表现出的人性化 只是间歇性的 时间一到就会再次转化为 冷血无情的变种人 米特对此遭遇习惯 匆匆离开房间 并将大门锁了起来 而瓦勒这边的小女孩 病情更加严重了 托利表示得尽快找些消炎的药物才行 毫无存在感的领头人 科基突然站起身 他知道附近有个药店 打算冒险外出给小女孩找药 所有人都不可吃心地打量科基 这或什么时候转性了 科基没有理会 而是静止找到瓦勒 以寻找药物为由 从他这里借走一把武器 瓦勒叮嘱天黑之前得还回来 咱们的库存不多了 谁知科基刚刚走出大门 便将托利提供的药品清单烧毁 原来他也感觉到这里十分危险 准备脱离老罗病残独自跑路 瓦勒几乎烦透了 这里的破是一大堆 自己的心上人小爱还不知身在何处 他甚至有时会出现幻觉 能将任何人都看成小爱的模样 瓦勒决定出去寻找他的下落 记者那家执意要一同前往 因为他想尽可能多地收集素材 而此时的艾卡公司负责人 却是陷入两难的境地 虽然知道莱雅的大致位置 可他的周边聚满了变种人 贸然闯入的话 双方很有可能都会出现伤亡 这是艾卡公司无法接受的 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 先弄清楚这对男女的身份再说 手下很快传来报告 原来他们和144号实验体小爱一样 都是第一批哥莱托病毒的实验对象 难道当初的实验有什么特殊之处 负责人当即下令 苏布另外几名在逃的实验对象 没过多久 在外收集病毒样本的安德鲁 便在抢来的手机上收到消息 而此时的瓦勒也在宣传屏幕上 看到了自己的照片 艾卡公司宣称 这些人携带初代病毒 只要遇见了就得尽快汇报 记者那家连忙掏出摄像机 表示这些都是艾卡公司的罪证 这让尚存几分警惕的瓦勒大为感动 两人接触的时间并不长 可那家却是对他信任无比 这让瓦勒差点忘记了小爱的存在 就在这时 雇佣兵安德鲁远远走了过来 他这次并不是来寻仇的 而是要跟瓦勒做一笔交易 随即掏出那不抢过来的手机 只要有了他 便可以接入艾卡公司的内部网络 查询到任何想要的资料 而安德鲁的需求也很简单 只要瓦勒交出 从他身上搜走的金属原棒就行 瓦勒表面上答应的痛快 可是心里慌得不行 因为那和金属棒早就不翼而飞 他几乎搜遍了每个人的房间 却始终没有找到 瓦勒只好谎称 铁棒被外出的萨莎带走了 不如先看看艾卡公司的实验资料 当他得知里面 储存了所有被抓的变种人信息 整个人顿时变得激动起来 说不定欣赏人小爱就在其中 果不其然 当瓦勒翻到144号实验体时 再次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庞 不过资料下方罗列了几十条信息 都是已经做过的 以及之后要做的实验 看到这里的瓦勒悲喜交加 他迫切想要见到魂牵梦妖的小爱 和营地中的起位打好招呼后 瓦勒静止朝着艾卡公司的实验室走去 而此时的负责人正在研究 被莱雅杀死的女教徒 看着脸上的伤痕 应该是被指甲击中所致 而且伤口中还有极高浓度的病毒 研究员不由的感慨 原来这才是克莱托病毒的恐怖之处 变种人虽然恢复能力极强 可攻击一直是个短板 如果他们都能净化出带毒的黑色指甲 那才是真正的完美战士 而且变种人的消耗也非常低 只要定时补充葡萄糖或者甜食就行 负责人忍住狂笑的冲动 抓住莱雅的意愿更加强烈了 就在这时 耳中传来瓦勒贤来自首的消息 这不就是瞌睡了就有人送诊痛吗 于是他亲自来到审讯室 瓦勒开门见山 表示想要见见小爱 负责人翻开资料 这可是实验室重点观察对象 哪是瓦勒想见就能见到的 后者自然有备而来 他说只要能见到小爱 自己可以提供 其余几位一代实验对象的下落 负责人立马笑脸如画 当即决定满足瓦勒的需求 另一边外出寻找物资的米特 回到酒店时 莱雅再次恢复成人性化的一面 他居然主动拿起一盒甜点 如同抢食的小姑娘般狼吞虎咽起来 米特贴心地给他擦拭嘴角 接着又带着他翩翩起舞 可惜对方始终无法开口说话 米特的耐心终于耗尽 质问他怎样才能恢复 可惜回答他的却是犀利的迎波攻击 当米特再次醒来时 看到莱雅痛苦地掐住喉咙 嘴中缓缓吐出几个字 此时身处艾卡公司的瓦勒 已经被人带进了小爱所在的实验室 看到这张熟悉的面孔 男人待在原地久久无语 这时候研究员出声提醒 小爱的脑部指数发生波动 之前注射了17种致命病毒 也没出现过这种变化 研究人员兴奋异常 迫切想要进一步实验 那么瓦勒的配合就至关重要 后者起初自然不愿意 可研究员很快抓住瓦勒的软肋 只有小爱的实验取得关键进展 公司才会终止对他的研究 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 瓦勒来自的目的 就是不想让小爱继续受苦 最终只能点头答应 研究员心中乐开了花 立刻用传感器连通两人的太阳穴 这能让他们之间的感应更加顺畅 果不其然 瓦勒刚刚换出小爱的名字 后者的脑部就开始剧烈波动 研究员差点惊呼出声 这时候助理跑过来汇报 负责人有紧急事情喊他过去 研究员没办法 叮嘱瓦勒继续不要停 随后就急匆匆地离开实验室 瓦勒心中一动 告诉小爱一切痛苦即将结束 接着就咳嗽两声 以喝水为由支开助理后 他一把抓起注射器 准备结束小爱的生命 随之后者猛地睁开双眼 他就这样突兀了恢复了意识 这无疑又将变种人的研究 推向新的高度 因为其他变种人见到活人 体内的肾上腺素只会飙升 从而产生攻击失血的冲动 可刚刚的一幕 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认知 如果时间足够 瓦勒很有可能驯服事变的小爱 这让负责人迫切地 想要抓住地宝中的其他幸存者 可他却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一言一行 全被不远处的萨莎看得一清二楚 想不到他这几天 一直潜伏在实验室附近 利用黑客技术 试图入侵艾卡公司的内部网络 他在这方面果然很有天赋 经过几个昼夜的编程 总算成功接管了实验室的安保系统 萨莎不但看到瓦勒被抓进了实验室 还偷听到艾卡公司 即将对其他幸存者一网打尽的消息 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救出实验室里的瓦勒 而另一边的豪华酒店内 曾经的变种人女王 如今已经和普通人无异 他不但能开口说话 而且还会出现各种情绪 莱雅认为黑色的眼珠 让自己看上去根本不像人 男佣米特不停安慰 甚至还给他准备了一副墨镜 记得莱雅反手给他一巴掌 你是说我的黑眼珠不好看吗 可随即他就开始后怕起来 如果携带剧毒的指甲 划破了米特的脸 对方绝对活不过一分钟 米特劝他不要多想 这可是他见过的最厉害的武器 莱雅的内心感动 忍不住询问米特 还有什么仇家需要解决吗 后者没有多想 随口说出前段时间 被一个教会组织折磨的经历 却不想莱雅瞬间 恢复成变种人该有的冰冷模样 米特知道他是想去找教会组织 帮自己报仇 对方虽然不会攻击自己 但是对待其他人就没这么客气了 果不其然 当莱雅走进教会组组 直接一个音波攻击 让所有教徒倒在地上 失去反抗能力 随后便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屠杀 拥有锋利指甲的他 杀人效率可比普通一种人高出许多倍 当米特走进教会营地时 只看见满地的尸体 本地最大的幸存者组织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忽然牢房中传来声响 米特上前一看 居然是先前和瓦了他们一起的领头人科技 想不到他独自跑路后 却被教会组织抓来了这里 念在有过一面之人的份上 米特好心地将牢门钥匙扔了进去 接着便随着莱雅返回了豪华酒店 没过多久 莱雅再次恢复人性化的一面 回忆起刚刚的残忍屠杀 他简直无法相信 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好在米特不抛弃不嫌弃 表示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会毫无保留地接受 也许只有如此美大的爱情 才能让莱雅成为变种人中的独一份吧 而在不远处的艾卡实验室 第二具产生自我意识的变种人即将诞生 苏醒后的小爱对瓦勒万分依恋 在外观看的众人忍不住拍张叫好 可在下一刻 负责人命令守卫 将一名研究员推进房间 小爱立刻表现出变种人该有的残暴 直接将研究员扑倒在地 负责人却是满脸笑容 表示这才是实验应该有的严谨 可他很快就得意不起来了 手下的安全主管前来汇报 总部将派遣调查员 前来督促疫苗的研发进度 负责人当即决定 要把小爱运到其他地方去 如果让总部知道自己不务正业 成天研究如何操控变种人 那么他很有可能受到制裁 而这边的研究员还在收集瓦勒的脑电波数据 不过很快就被负责人叫去捅一口径了 洛丹的瓦勒忽然发现 电脑屏幕上多出一排子 于是立刻按照指示接上通讯器 原来是外面的萨莎开始了营救行动 此时的他已经黑入实验室的安防系统 想要救走一个人根本不在话下 瓦勒在萨莎的指挥下 成功避开所有巡逻的守卫 接着又换上安保的制服 通过消防通道成功逃离实验室 坐上时间准备好的小货车后 萨莎安慰他不用担心小爱 过不了多久两人就会重新见面 实验室里的安保主管实在想不通 一个大活人是如何消失不见的 就连安全警报都没有丝毫反应 这时候助理跑过来汇报 运输实验体小爱的货车失联了 研究员听完后顿时面如死灰 而此时的瓦勒已经和萨莎成功会面 后者拿出一个硬盘 表示这是爱卡实验室的研究资料 而瓦勒最为关心的小爱 已经在运送回来的途中 之前爱卡公司准备将他运往城外藏起来 他利用软件伪造了指令 又将他们给招了回来 并且屏蔽了所有通讯频率 瓦勒决定先回营地看看其他同伴 萨莎劝他最好不要这么做 爱卡公司之所以没去营地抓人 就是因为自己不在那里 他怀疑营地同伴中有爱卡公司的内应 否则对方是如何知晓营地情况的 瓦勒却顾不上这么多 他不可能放任朝夕相处的同伴不管 萨莎骂了一句百吃后 便转身独自离去 瓦勒返回营地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爱卡公司的研究资料交给托利 对方一直在研制变种人疫苗 这个也许能够提供帮助 随后他又仔细询问了其他同伴的情况 想要找出萨莎口中的内应 托利告诉他 小女孩病情恢复后 就独自跑出去寻找父母了 记者那家说是要外出拍摄素材 到现在也没看到人影 而尼克也不知道被雇佣兵安德鲁灌了什么密药 跟着对方早早离开了营地 瓦勒听完后心中一惊 短短几天就走了这么多人 那么爱卡公司的内应 肯定就在剩下的几人之中 当然眼前的托利 是他首先排除的对象 因为两人共同经历了许多 对爱卡公司都是绝对敌视的态度 可他还是低估了人心的可怕 自从托利获得爱卡公司的研究资料后 变种人疫苗的研究进度 可谓是突飞猛进 眼看到了临床实验的阶段 纵观所有同伴 唯一的合适人选 只有当初从废弃酒店中 一起逃过来的卷发女 为了获取对方的信任 托利开始对他展开疯狂追求 两个孤独的灵魂在绝望中一点就燃 这天疯狂缠绵后 卷发女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不适 他只当是感染了风寒 却不知其实是托利悄悄给自己注射了疫苗 结果当天下午 卷发女便卧床不起 托利对他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检查 谎称这是过敏的症状 让他好好休息很快就会好起来 而此时的瓦勒还在古斯冥想 爱卡公司的内影到底是谁 忽然房门被人推开 外出好几天的妮可总算回来了 他还带来一个人正是雇佣兵安德鲁 原来之前装有铁棒的黑盒子 正是妮可悄悄拿走的 他依字为筹码 要求安德鲁带自己离开隔离区 后者拿到想要的东西 答应撤离时会带着妮可一起 这时候小哨兵忽然推门而入 他想找人帮忙站岗 自己要去照顾生病的卷发女 瓦勒察觉出他的神色有些慌张 于是悄悄跟在后面 只见小哨兵先是将外套放在外面 接着才跑进去告诉卷发女 咱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瓦勒翻开他的衣服 发现里面居然藏着一个窃听器 想不到艾卡公司的内应 就是这位其貌不扬的小哨兵 原来对方偷偷暗恋卷发女 近期发现托利好像要对他偷懵不轨 于是脑袋一热 悄悄联系上了艾卡公司 瓦勒等人顿时无语 见小哨兵认错态度良好 决定将计就计 暂时装作没有发现窃听器的样子 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卷发女情况越来越糟 全身发热时不时还抽出两下 小哨兵无意中发现了他脖子上的针孔 又看到托利带着一副防止音波攻击的耳机 心中瞬间明白了一切 而此时的托利也不再伪装 因为卷发女的眼珠变成了黑色 化为了毫无意识的丧尸 科学家托利没想到自己的实验这么快就失败了 慌乱之下直接开枪将女子击毙 当然在场的唯一目击者也没放过 当其他同伴感到时 托利立刻装成受害者的模样 表示为了自保才不得不开枪杀人 雇佣宾安德鲁一眼便看出是有蹊跷 可他毕竟和这个团的不熟 并未当场提出质疑 而是提醒妮可赶紧离开 艾卡公司坚听到自己的现人死亡 肯定会立马冲进来抓人 好在男主瓦勒此时并不在营地中 他早早等在萨莎安排的地点 眼神中满是期待和悲凉 因为他即将见到曾经的新上人小爱 可惜对方已经变成了毫无意识的变种人 瓦勒手出武器全身戒备 直到小爱缓缓靠近 本能地对他产生莫名的依赖 瓦勒心中一酸缓缓放下武器 将小爱安置好后 他急匆匆地找到刚刚逃出来的托利 询问对方能否治好识变的小爱 托利心中一动 他正愁找不到实验对象呢 于是满口答应可以去试试 转眼间两人便来到一处废弃仓库 这是瓦勒专门藏匿小爱的地方 看到这局变种人居然没有主动攻击瓦勒 托利难掩心中激动 这种特殊个体无疑是最好的研究对象 瓦勒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 警告对方不要乱来后 便将铁龙钥匙掏了出来 因为他还有重要的事情去做 那就是寻找走势的记者那家 好在没过多久 瓦勒便在原先的营地等到了对方 两人认识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是感情早就经费西比 瓦勒决定将那家带到废弃仓库 至少要比他到处乱拽摇安全许多 科技人刚到门口 仓库中就传来小爱的咆哮声 瓦勒连忙跑过去安抚 可惜除了瓦勒本人 他对其他人仍然充满疑 瓦勒的耐心已经耗尽 质问托利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治好小爱 这时候那家掏出一个摄像机 里面记录了莱雅和米特并肩行走的视频 既然是变得莱雅能治好 他相信小爱同样可以 聪明的托利不由感慨 肯定是神奇的爱情 让病毒得到控制 瓦勒没有半分喜悦 反而心情糟糕到极点 果不其然 善解人意的那家跑过来跟瓦勒告别 他知道自己待在这里 只会影响到瓦勒和小爱的感情 况且他也有自己的任务需要完成 瓦勒虽然心中不舍 但也只能点头答应 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他的心中忽然生出一股力气 顺带统统发泄到小爱身上 谁知将他痛骂一个后 小爱突然蹲下身 缓缓吐出几个字 而另一边的那家 正在努力搜集爱卡公司的罪证 他发现不少幸存者接受免疫治疗后 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副作用 甚至有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 凭借超强的应变能力 那家总能一次次骗过守卫 没过多久便收集到了足够证据 只要将他们报道出来 爱卡公司肯定会成为 世人口诛笔发的对象 可最大的问题是 他应该如何将资料送出封锁区呢 那家想到之前 私自带自己进来的爱卡公司守卫 可他询问能否再带自己出去时 对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放人进来 公司还能原谅 可带人出去肯定会招来大麻烦 那家只能拖而求其次 让他帮忙将这份油盘资料 送给封锁区外的报社 守卫担心那家 拒报自己偷运乘客的行为 最终不情不愿地答应了下来 约定好三天后再来这里汇报结果 一声嘹亮的嘶吼声响这天气 这是丧尸女王莱雅在召唤手下 因为她时刻都能感受到 那些变种人在街道上不停杀戮 所以莱雅想将同伴聚拢过来 试试看能不能约束他们的行为 没过多久 大厅内占满体态恶魔的变种人 米特有些悲喜交加 见自己不会受到攻击 他试着用指令操控变种人 可惜所有的动作 都必须经过莱雅转达才能完成 与此同时 艾卡公司的实验室内 首席研究员发现一个奇怪现象 一种人注射麻药后 居然没有进入昏迷状态 应该是超强恢复力 让他们对麻药产生了抗体 副手急匆匆跑过来汇报 变种人再次大规模聚集 负责人猜测可能是丧尸女王莱雅 要有什么动作了 他决定召集所有守卫 将莱雅和米特活捉过来 谁知安保负责人面露蓝色 想将麻醉枪换成正常枪支 负责人大骂一声传惑 即便是那些守卫死光了 也不能让莱雅二人掉一根头发 当天夜里 莱雅感受到大批守卫正在靠近 可大条的米特睡得正香 认为又是女友在胡思乱想 可他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窗外的惨叫声持续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 全身血迹的莱雅走回大厅 他昨天晚上率领变种人 将艾卡公司的守卫团灭了 对方所用的麻醉药 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 可莱雅的心中一点都不好受 他已经受够了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你去背面 拜托 艾卡公司负责人 也是心情糟糕到了极点 昨天的行动损失了大量武装人员不说 艾卡公司总部前来调查进度的负责人 也将在明天抵达 可关于病毒疫苗的研究成果 根本拿不出手 负责人决定豁出去了 让手下给自己单独安排一辆车 而此时的米特还在跟莱雅斗嘴 为什么经历一点挫折 就要死要活的 莱雅杀起了小性子 女言不都是这样吗 就在这时 酒店外传来艾卡公司负责人的喊话声 莱雅感应到周边只有她一个活人 于是打算前去会会她 酒店外的负责人也是慌得不行 车窗外就有一具变种人在虎视眈眈 好在莱雅和米特很快出现 深吸一口气后 她壮着胆子飘下车 我是周边变种人 表示想要邀请莱雅二人回实验室配合研究 因为这对配置疫苗有很大的帮助 作为回报 他们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米特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 谁愿意被人当成实验对象 负责人接着补充 如果无法研制出疫苗 公司总部会派遣荷枪实弹的武装进入 到时候这些变种人肯定会死伤惨重 这句话戳中了莱雅的痛点 于是没过多久 两人便抵达埃卡公司的实验室 其实米特来此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彻底驱除莱雅体内的病毒 他知道这才是心上人最大的心愿 两个人被安置在一间房贷的观察室 负责人面露得意之色 他已经想好要如何应付总部的调查了 第二天一大早 公司总部的调查员便抵达实验室 负责人跟他介绍研究进度 他们已经可以局部控制变种人的攻击意图了 见调查员似乎并未心动 他让米特开始自己的表演 只见对方不停安抚事变形态的莱雅 没过多久 后者便恢复成人类形态 首席研究员事实补充 这是刚刚创造出来的压制病毒的方法 看着莱雅优雅的喝掉咖啡 调查员惊叹的张大嘴巴 这个变种人不但具备超能力 还能拥有自主意识 他被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十分满意 并表示以后会倾斜资源加大扶持力度 负责人差点消除声 来自总部的考察 就这样被他搪塞过去了 而那家此时正躲在一处天桥上 因为今天就是和货车司机约定碰头的日子 可他的本人并未露面 而是留下一台对讲机询问结果 货车司机说 报社负责人已经收到证据资料 而且还留了一张字条 那家让司机放下字条开车离开 可对方各种理由就是不肯 这让他察觉到了不对劲 正准备转身离去 却不想货车中跑出来不少首位 好在那家速度够快 在首位追上来前逃走了 而此时的变种人小爱已经和莱雅一样 可以正常的说话交流了 唯一不同的是 瓦勒并不像米特那样 对另一半爱的死心他地 他的脑中常常浮现出那家的身影 因此小爱的状态变得十分不稳定 托利试着用科学解释这种现象 爱情其实是种化学反应 能促进人体多巴胺等激素释放 从而影响变种人的大脑区域 保留他们的部分个性和记忆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托利配置了一些药物 让瓦勒给小爱试试 或者不情不愿地跑过去 见小爱对此十分抗拒 瓦勒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次测试 托利的眼神阴冷 他觉得瓦勒的存在影响到了自己的研究 于是谎称要亲自观察小爱的状态 瓦勒十分配合地将他绑了起来 托利趁人不注意 偷偷在喝过的酒瓶中下了迷药 结果瓦勒毫无悬念地中招 托利脸上露出疯狂笑容 现在他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 而另一边的艾卡实验室内 针对莱雅的抽血结果总算出来了 发现丧尸女王居然怀有身孕 负责人决定取出胎儿将其研制成病毒解药 首席研究员觉得这种方式不妥 万一实验体出现什么意外 到时候咱们还拿什么研究 负责人呵呵一笑 第二天就掏出一叠资料 里面收集了五位怀有身孕的年轻女性 如果莱雅发生意外 她能够随时补充怀孕的候选人 可研究员仍然心有顾虑 因为莱雅已经对麻药免疫 难道要强行对她进行手术吗 负责人脸上露出自信笑容 转眼间便将米特单独叫了出来 只见她装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谎称莱雅体内有一颗肿瘤 必须及时取出来才行 米特想到前几天莱雅忽然无缘无故的晕倒 对负责人说的话没有任何怀疑 当即表示要回去劝说莱雅进行手术 废弃仓库里的瓦勒从昏迷中醒来时 发现自己双手被绑全身无力 她没想到托利为了研究变种人 居然连自己这个搭档都不放过 此时的托利完全暴露本性 面对瓦勒的漫马 她连理都没理 注意力全都放在了特殊变种人小爱身上 每过几个小时 她就会在对方体内注入测试药剂 小爱做出的每一个反应 都是珍贵无比的实验数据 没过多久托利便有了新的发现 注入小爱体内的药效 远不如将瓦勒抱走一顿来的实在 难道这就是恋人之间的特殊关联 于是她决定改变实验方式 在铁笼外解开了瓦勒手上的绳索 要求对方无论用什么方法 必须重新爱上小爱 为了小爱不再遭受折磨 瓦勒只能尽力尝试 可小爱身为变种人 能够清晰感受到瓦勒的情绪变化 她知道这个男人对自己只有怜悯和愧疚 曾经炙热的爱恋早已消失 见对方没有反驳 小爱重新恢复成变种人模式 随着音波攻击呼啸而出 瓦勒双耳流血直接倒地 这时候她才恢复一丝理智 让瓦勒赶紧把自己靠起来 说不定下一次失控时 她就会直接杀死瓦勒 瓦勒不肯接受这个现实 还打算强行用爱感化 可对方很快再次化为变种人形态 脱力失望无比地走了出来 既然瓦勒这么不给力 她只能帮忙加些猛药了 而另一边的安德鲁和妮可 还在想办法逃出这座死亡之城 他的雇主早就在艾卡公司安排了内营 即使对方会想办法送两人出去 安德鲁启用特殊联络方式 和内营约好碰面地铁 妮可悄悄来到艾卡实验室的后院 而时刻坐在电脑前监视的萨莎 也很快发现了这道熟悉的身影 想不到安德鲁口中的内营 居然是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 三天后她会暂时关闭某个路段的高压电网 届时妮可和安德鲁可以趁机逃离 见对方安全走出实验室 萨莎回事神差地追了上去 她的心里还是有些放不下 询问妮可为什么离开封锁区 都没想过通知自己一生 妮可劝她别天真了 自己从来没将萨莎当回事 萨莎气愤地举起自制电子枪 可还是忍住没向曾经的爱人动手 而这边的记者那家 根据瓦勒提供的地址 很快找到了藏在这里的安德鲁 听说瓦勒居然和托里在一起 安德鲁随口说起了之前在营地里的猜测 他怀疑小烧兵就是被托里杀死的 那个男人简直就是人面兽型的混蛋 那家听完后心中一沉 拒绝了跟安德鲁一起逃离的邀请 他担心瓦勒遭守兼人算计 决定还是先回废弃仓库看看 临走之前 他拿出了艾卡公司的罪证 希望安德鲁出去之后 帮忙转交给报社 铁笼里的瓦勒居叫起来后 发现小爱即便见到自己 也是一副残暴嗜血的模样 他的心中一片凄凉 正要带着小爱攻附黄泉 可就在这时 那家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瓦勒心中一惊 劝他赶紧离开这里 因为托利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那家晃而不乱 表示自己一定会救瓦勒出来的 没过多久 托利的身影再次出现 只见他直接扔出一颗毒气弹 瓦勒根本没有闪躲的机会 便再次中招 原来托利的耐心已经耗尽 他决定亲自干预两人的情感纠葛 瓦勒中了毒气弹 意识虽然清醒 但是四肢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看着托利一刀 扎进小爱的腹部 以他的恢复能力 虽然不会致命 但是短时间内也无法动弹 托利告诉瓦勒 这是他的最后机会 要么因为怜悯重新爱上小爱 要么就被对方活活咬死 到时候自己会找另外一个男人继续实验 而这边的那家正在工作区 四处寻找钥匙 听到托利靠近的脚步 他连忙拿起桌上的双管裂枪 两个人瞬间形成对峙局面 那家的反应奇怪 在托利开枪的瞬间 他也扣动了扳机 艾卡公司的实验室内 一名医护人员 推着轮椅走进玻璃房 因为莱雅已经被米特收服 准备前往手术室摘出肿瘤 望着爱人离去的背影 米特的心中复杂无比 他知道一场腥风血雨即将来临 当莱雅见到首席研究员后 他突然开口问了句 我的孩子还活着吗 后者愣神的功夫 就看见那名医护人员两眼发指 静止朝着墙壁撞了上去 首席研究员满脸慌张 想不到莱雅的精神力 强悍到如此低谷 不仅可以操控变种人 连活人的行为也能影响 那么他肯定清楚 自己肚子里装的是孩子而不是肿瘤 当安全主管听到动静感来时 却也只能化为莱雅的傀儡 竟然举枪对准了研究员的脑袋 莱雅想知道自己孩子的状况 这些都是精神力感应不到的 首席研究员只好实话实说 他的孩子十分健康并没有被感染 听到这里的莱雅开始动怒 可当他得知研究员 要将孩子取出来制造病毒抗体时 心中的怒意升腾到顶点 他直接控制安全主管开枪了结自己 至于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 莱雅决定一个都不放过 随着他的一生意下 之前还处于沉面状态的变种人 居然纷纷站起了身 一场血腥清洗即将开始 而这边的瓦勒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 总算稍稍恢复行动能力 他颤抖着爬到小艾身边 发现对方因为痛苦 反而恢复了一些理智 瓦勒抓紧机会跟他说了声对不起 小艾还是跟以前一样体贴善良 他没有责怪瓦勒的遗性别列 反而劝对方赶紧离开 他感觉自己即将永远化为变种人 话音刚落 瓦勒就被小艾扑倒在地 感受到对方世人的目光 任由尖笑声让自己陷入昏迷 谁知不远处忽然传来大门打开的声音 当瓦勒再次醒来时 只看到小艾的额头上多了一个弹孔 他的心中五味杂产 不知道是谁在关键时刻 开枪射杀了小艾救了自己一命 瓦勒在仓库里转了一圈 赫然发现倒在地上的那家 好在他只是肩膀受伤 而脱力则是腿上中了一枪 现在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另一边艾卡公司的实验室内 莱雅犹如君灵天下的女王 操控着变种人开始无差别攻击 公司守卫连放枪的机会都没有 便被扑倒在地 负责人早早察觉出了不对劲 在两名守卫的护送家准备逃离 可惜门口早有变种人等候多时 他只能留下守卫断后 自己跳上车飞速驶驴实验室 而高架桥上的安德鲁和妮可 已经来到和内隐约定的地点 只要再过几十分钟 这段公路的高压电网就会短暂关闭 此时萨莎也在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倒计时 他知道妮可即将彻底离自己而去 看着高压电网一点点消失 等候多时的安德鲁和妮可满脸兴奋 两人快速骑上摩托车 油门踩到底静止朝着前方冲去 即将越过边界线时 电脑前的萨莎猛的一按 高压电网居然再次启动 好在妮可刹车及时 才不至于遭受车毁人亡的下场 萨莎的两眼寒光四射 既然你能做到绝情 那也别怪我无意了 仓库里的瓦的慢慢走到那家身边 如今两个人总算可以光明正大的交往了 可他的心中一直有个疑惑 射死小安德到底是那家还是托莉 也许这个答案只有他们本人才知道 而此时的托莉可谓凄惨无比 身后的变种人紧追不舍 他只能绝着腿四处乱窜 最后逼到退无可退 托莉只能戴上耳机 准备和变种人来一场生死博上 此时最轻松的就属米特荷兰亚 他们站在建筑最顶端 俯瞰着巨龙而来的变种人 犹如这座城市真正的主宰 以上就是劫后余生第二季的全部内容 这一季的主线剧情并不精彩 也不如上一季营造的末日氛围感 除了美女丧事有些看点 感觉还是收看阿琪的解说靠谱一些 这部剧的故事其实并未完结 还有第三季总共12集的内容 如果大家还想继续收看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阿琪会考虑是否制作后续内容 感谢大家